彭博分析这场战争与其说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武力犯台的参考指南 更像是前车之鉴 包括俄军哪里快速取胜 俄国受到全球的孤立 美国跟盟友快速的反应 美军可能介入跟中国国内的反弹等 对中国都是红灯 请教一下志东兄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因为的确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困境 当你的军事就像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这样子来评估 中国想也是想跟台湾打一场 这个所谓的外科手术性的这种 决战的这种战争 那当然假如我们台湾就是像 我想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乌克兰一样 至少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这个所谓的 速战速决的这样子一个决战的一个模式 来进行的话 说一个台湾比较通的就是说 好像没得到 没得到 至少 而且我们还有个台湾海峡站里面 更何况所谓的 美国的海空军的这种资源 不像说在地面上面来讲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 的确像今天这个普丁的一个状况 然后习近平他可能更要考虑的是什么 他好不容易所谓建立起来 他个人的一个所谓在本来是集体领导的 变成所谓的他个人独裁这种方式 其实这个都会有变数的 所以这也为什么当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 他当发动战争 他战争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期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受害者 就是发动战争的人 所以我相信习近平不管是 站在他个人 甚至于整个共产党 可能都会被整个 中国的老百姓来检讨 乌克兰就动15天 现在才打这样而已 对啊 台湾以前都说 大家都在问台湾可以动多久 台湾动比乌克兰要久的 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 你想想看 像俄罗斯在还没有打之前 那么雄壮威武 打成这个样子 更何况是中国 所以我是说 基本上大家对自己要有一个信心 不要是说一些失败主义 充斥在心里面 一开始就每次就是看到 对方的阅兵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 然后看到他那个解放军有多少人 我告诉你 这次打战最明显的是什么 仗还没有打之前 你不要以为你人多 坦克多你就会赢 仗要打了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我们台湾可以学到就是 这个就要知道 自助 人助 然后天助 你台湾自己一定不能够有 所谓的这种失败主义 特别是面对所谓以武力 要来侵略台湾的中国 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博文斯这个在国会说 中国似乎因为俄军陷入泥造 感到不安 但是警告也不要低估习近平 对台湾的决心 因为其实这场战争 让台湾很国际化 所有人都在关心台湾 博文斯被问到说 鉴于俄国因为入侵乌克兰 所受到的经济伤害 美国跟中国协调台湾的问题上 是否有更大空间 博文斯给予否定的答复 他说依照分析 他不会低估习近平 跟中国领导阶层 对台湾的决心 但是他表示 中国固然会因为目睹 过去十几天的俄乌战况 心神不灵 无论是西班国家展现的力量 或是乌克兰人的 这个坚决抵抗 他相信中国对台湾的算计 必然受到冲击了 那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局长 贝里尔他说 台湾跟乌克兰完全是两种情势 他认为 美国在太平洋所展现出的 正责态势 能够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我们也知道 中国极度小心 关注一切可能的状况跟发展 所以俄罗斯你怕乌克兰 其实中国一直看一直看 就是你看 我们的战机是乌克兰的五倍 我们的军舰是乌克兰的六倍 我们台湾的防空飞弹 目前是全世界密度第二 可能快要超过以色列变第一了 所以我们的军事实力 跟乌克兰比是差距非常大的 那如果连乌克兰到目前为止 都可以把俄罗斯牵制住的话 更不要讲台湾 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这次的后勤 他们就是靠路路上补给都没办法 这更不要讲我们还有个台湾海峡 所以解放军要打台湾 它困难程度跟乌克兰的比是超过 非常非常多的 那更不要讲我们的GDP是乌克兰的四倍 我们的人均GDP是它的八倍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 对经济的全球的影响力 更不要讲我们的半导体 如果真的中共敢打台湾 它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 绝对高过乌克兰太多 日本的石油 大概90%都经过台湾做运输 因为它不采石油 天然气 韩国也是 对大概7成5 所以连韩国连日本都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 绝对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很不幸的看到谁 国民党的前驻纽西兰的大师 叫介文吉 大家知道吗 他讲什么 哎呀 台湾干什么要去得罪俄罗斯 小心把我们驻俄罗斯代表书关起来 把我们的外交官赶回来 我们可能飞机不能够经过俄罗斯领空 就是讲这种丧气话 他之前也讲蓬佩奥来台湾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太轻忠了 他太反忠了 太清台了 所以没有一个美国企业敢顾他 就他只能来台湾 来那边拿一些什么政治捐献 然后说什么 他来台湾是来募款的 甚至说他因为没事干 所以每天只能够练身体 才能够瘦那么多 然后还公开说叫蔡英文不要跟蓬佩奥见面 要不然中国会生气 国民党是这种人 介文吉到今天为止 他是国民党 对不对 他国民党吉他 那你如果你是这种失败主义 这也不敢 那也不敢 那台湾 想要再跟 这样可以得到中国对你的和平 或者是合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圆目求鱼了 我直接这么讲 因为乌克兰战事算离我们很远 可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跟乌克兰很像 乌克兰还是直接 是跟俄罗斯土地接壤 所以他坦克是直接开过去的 可是乌克兰战事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事情的看法 因为真的有人打一场仗给你看 可是为什么要讲到国民党 因为你记不记得像吴世怀委员 他一开始在讲乌克兰的时候讲那是义和团 因为连平民都要拿枪 你有再好的武器 你如果没有面对的勇气 什么武器都是假的 所以第一个你要有勇气去面对它 而且它必须形成一个国民意志 可是从吴世外委员到刚刚介文吉先生 乃至于像包括国民党前主席江启 才能讲 就是台湾不需要押保 这不是押不押保的问题 你在这个时候 对于普丁发生这场战争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 这是是非大势大非的问题 有一天台湾自己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也没有人理你 这不是选边的问题 这是个大势大非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从普丁发生这场战争 你可以知道他整个失去的正当性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抵制 好 战争最关键是什么时候 是那个第一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西方所有的资源还到不了 对 然后欧盟又怕扩大战事 又不敢直接出兵 当乌克兰人在上 他们总统没有跑 然后他们奋勇抵抗 一个礼拜以后 全世界的资源就来了 rods 你 你 你 brushes